如果说让台湾和大陆统一 你愿不愿意 好像好哦 这样玩的地方比较多啊 No 不要 感觉如果统一的话 我们的自由会减少很多 我是没有想法的 我觉得民主比较好 可是可以统一也很好 我不会 我没有想过 我不知道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制度不同 然后生活习惯各方面发生的改变 完全不太能融合 一定不会啊 不清楚啊 不知道 不会吧 我觉得没关系 因为我妈在大陆 然后我的外公也是外甥人 然后我觉得统一蛮OK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东南 欢迎来到林夏56 我现在是刚刚在下飞机 从加拿大飞了十几个小时 我背后呢 就是领口的捷运站 马上咱们就要去台北最繁华的地方 西门町 去采访一些台湾人当地的真实的看法 你看我是在大陆出生 但是去加拿大移民 去加拿大留学 所以咱们抱着一个中立的啊 这样一个观点 来采访一下当地人 看一看这些个看法会不会对 我这样一个大陆人产生非常大的冲击 我们是一个在加拿大成长的这样一个频道 主要是采访华人的移民 华人的生活 还有华人的看法 大多数时候都会在加拿大 有时候也会去世界各地看一看 如果你喜欢类似内容 别忘了订阅我们 请问怎么称呼你 康小姐 可以叫我阿鲁 肉包 工常商 永勤 我是眉毛 我叫小鸡 你们都叫小草 小草 我是力挺 星辰 饼干 我叫小力 杰星 我叫东南 你叫什么 我也叫东南 你也叫东南 东南 你也是东南 东南 他们三个全叫东南 提起大陆 你们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独裁 为什么想到独裁 就制度不一样 跟台湾制度不一样 小修为你 习近平吧 共产主义 然后可能会有点独裁 这样子 AI吧 不错啊 那边风景很美啊 我都要去玩啊 穿辣粉 上海迪士尼 他那边是什么想 人口比较多嘛 没有像台湾这么的 自由一点吧 不知道该怎样讲 就他们的那个文化吧 短视频 送鱼琪 很多好吃的嘛 人民币吧 淘宝 海底捞 因为我妈妈也是大陆人 所以我觉得 大部分的大陆人 大家都是满两上 只是因为政府的一些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有 比较多可以看到自己想要看的东西 我跟她是同一个妈妈 就我也是觉得大陆那边 就很感恩台湾能够有自由 能够民主 然后能够选择自己认为好的 能够带领我们的人 如果说让台湾和大陆统一 你愿不愿意 好像好哦 这样玩的地方比较多啊 张家界我去了啊 什么海南党 一切我都有去过啦 很棒啊 No 不要 感觉如果统一的话 我们的自由会减少很多 我是没有想法的 我觉得民主比较好 可是可以统一也很好 什么样的社会 你觉得是民主社会 有投票权啊 就是可以言论自由什么 应该是不会跟我们 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我不会 我没有想过啊 我不知道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制度不同 然后生活习惯各方面发生的改变 完全不太能融合 因为其实我们家长得也很多都是外省人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妈妈也说就是 九二共四 就是都可以 我没差 我也没有意见 很麻烦 就不会特别去关心这件事情 一定不会啊 不清楚啊 不知道 不会吧 我觉得没关系 因为我妈在打路 然后我的外公也是外甥人 然后我觉得统一蛮OK的 我们对大陆没有什么造成一些伤害 大陆也没有对我们有伤害 所以我觉得统一可以啊 大陆如果有武统台吗 怕不怕 怕 会啊 说不害怕是担心的啊 可是我觉得就平常心保 我也会怕 所以我可能就是会先投降这样子 我跟他一起逃跑 还好 当然会啊 但是目前状况不太可能 我不怕 不会怕吧 为什么 不懂为什么要怕 不是说大陆的武力比台湾要强很多 如果大陆打台湾的话 可能你们支持不住 你会这样认为吗 就拿乌克兰来举例一样 大家也都认为撑不住 结果还是撑很久啊 统一的方式不是和平的方式 大陆要过来打 你怕不怕 不要打啦 打就不好了 大家和共同相处啊 会怕真的很可怕 所以我觉得统一也还不错 我会先跑走 不怕 我也不太能回答 超级不希望 就以前会觉得可能不太可能 但是就是在这两年 乌克兰啊 然后还有以色列 他们都打起来 然后就觉得 你好像也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确定不会有战争 对 但是我们就是尽可能的避免 基本上一个民主国家 你一个共产国家的话 制度上不一样的话 你要想去用武力去统治对方的话 这不能服众啊 你过得自由民主一点 各方面接近的 那才有机会 但是他就是什么都不管 就要打你 你怎么办 不是管不管啊 就是说我想很多世界国家 应该都是不会统一这样子的 基本上我们台湾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还能够站在我们台湾这一边 我们不会好战 但是也不聚战 一半一半的 会害怕 但是目前局势是不太可能的 应该说我觉得会怕是必然 但我觉得 在战争当中没有人会是赢家 而且我觉得毕竟有非常多 大陆同胞都远嫁来台湾 像我妈就是 可是我自己在看我妈在这几年在台湾的生活 她很努力的为我们台湾做很多 为我们做很多 让我今天也能够站在这边 为我们台湾民族努力 不怕 会 为什么不会吧 如果真的他们来打的话 就打过去就好了 你为什么怕 打不赢吧 你觉得台湾能打赢大陆吗 打不赢 打不赢 然后你也不怕 到时候再说 等他真的打赢的时候再说 你觉得台湾能打赢大陆吗 可以 打得过吗 我不知道 不确定 我觉得不行 不清楚 你觉得你哪来的事情 你觉得台湾能打赢大陆 台湾厉害 台湾强 我不知道 打起来的话 你觉得美国会不会帮你们 我们也不能说奢求人家 一定要完全帮助你 什么的 至少说在其他方面能够支援我们 或者说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 不要说他打过来我们就怕了 你自己就先怕了 别人当然就那个 这我不知道 会吗 他会吗 会 会 为什么 因为台湾是一个地理很好的地方 美国可以赚到钱 如果美国有帮忙可能有点机会 但是没有的话 可能应该不可能 觉得美国会帮忙 应该会吧 我也不敢肯定 但是我觉得会 我不知道 看利益问题吧 我觉得以台湾是海岛国家 就算真的要打仗的话 应该也会花蛮长时间的 这不好说 因为牵扯到利益 如果有利益 他可能才会帮忙 如果没有利益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帮忙 没有在关心政治 不知道 会 这个我不清楚 不知道 我个人会觉得其实美国可能会帮 但是他们的帮可能仅止于给武器 那要散仗场 还是我们台湾人民自己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打起来 是非常悲伤的事情 就不只是在对台湾人民 是 就是对大陆那边人民也是 可是美国也有说过帮乌克兰 最后也没帮 台湾不一样吧 台湾有很多像高科技 半导体 这些对美国是利益 因为按照美国的那种个性的话 有关乎到他利益的 他不可能不管 他们不帮我们就自己加油 如果说美国不帮你们的话 你觉得能不能打过大陆 一定是打不赢的 大概只能认输吧 但是因为我知道 我有在观察大陆 他最近经济状况不好 对 台湾目前也没有去招惹他 那如果没意外 柯文哲当选的话 基本上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那如果是赖清德 那有可能就有点比较危险 因为他讲话都没有经过思考 是会害怕打过来 但是其实他们 如果我没有用飞弹打过来 用经济的方面 什么东西不能进口 什么东西不能进口 那我们在经济这方面就被垄断了 这东西就已经让我们没办法负担了 很多人说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不稳定 都移民了 你会有想过要移民吗 如果有钱的话 想啊 只是没有钱 没有 这我不清楚 有啊 有可能会有点想法 真的发生碰上就是碰上 就是干啦 没有什么好那个的啦 好怕不怕 移不移民的 或许移民的会回来也不一定啊 我自己自认为我自己非常的爱台湾 应该说我很喜欢台湾人民的赛养 就可能你东西放在一个餐厅 你就算离位置上离了很久 你都基本上不太需要有担心 有人去投 所以我觉得 我没有想过要移民 还是会有 不请请 没有 不会想移民啊 就已经都习惯了啊 如果真的要打的话 移到大陆感觉比较安全 打起来你就回大陆了是吗 害怕 对 有想过 可是其实还好 台湾是一个人情关很浓的地方 所以我应该还有罪留在这里 应该不会打吧 因为我们都是自己的人啊 对不对 没有 没有想过 我就是听天命 应该不会啦 毕竟是台湾是个家嘛 住在这边 这就是我们的根啦 对啊 那如果真的打起来 那就到时候再看吧 移民的话 你们想去哪个国家 日本 没有 日本 没有 真的要选的话 应该是日本吧 为什么要是日本 应该说 他们交通比较方便 而且 那生活蛮便利的吧 你们听过加拿大这个国家吗 没有 没有 有啊 有 嗯 听过 有听过 听说过 我听说过 有啊 听过啊 有啊 在那个美国上方是不是 提起加拿大 你最想想到的是什么 那边没有 我们这边疏忽啦 我跟你说啦 欧洲那方面 喝水要钱啦 洗手间人要钱啦 什么都很很麻烦啦 很不方便啦 还是台湾最方便啦 Justin Bieber 枫叶 小甲丝丁 枫叶 枫叶的树 是枫叶吗 那为什么 是吗 反正不重要 应该就这样 应该也就是不错的一个国家啦 地很大 然后那边的还蛮漂亮的 好像常乱丢要罚钱 大家都移民去那边 去那边留学 或者是我身边有一些人 想要移民去那边 很多台湾人 吃那个 walking holiday 在那边打工 嗯 对 你们想移民加拿大吗 如果要去其他地方留学的话 加拿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现在加拿大 听说物价也比美国好很多 可能退休吧 听说那边那个风景很好 应该会吧 就我就生活在这片土地 然后我的家人朋友 生活圈全部来自我 就是我是一个 不太能离家的人 所以应该也不会有这个想法 如果可以 当然是 愿意 当然是很好啦 不讲 因为我不会讲外国文 如果是移民的话还好 但如果是游学的话 会蛮想去看看的 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国外看看 去增广见闻的话 我觉得是好的 可是 如果说要9G的话 应该是在台湾 对加拿大不熟 所以 我觉得应该都可以 应该也是不会吧 对啊 毕竟我想说就在台湾嘛 这还习惯 没有想过 感觉还不错 我觉得都可以 我觉得要看我那个阶段的状态 就是如果我那时候阶段的状态 是我想要去外面看看 不一样的世界和眼界的话 那可能我会去 只是目前现阶段还没有这个想法 我也觉得都可以 可以 不会 习惯了 对 没有想过 在台湾的话 如果批评政府 批评蔡英文 会不会是一个麻烦事 以前不会 现在会 你看最近不是有频道被弄掉吗 然后甚至说你讲话都要小心翼翼 连很多网友都不敢讲话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自己要觉醒 因为1月13号就要投票 对吧 自己事关中大 你现在不出来 将来可能就没机会出来 不会啦 这里是蛮民主的国家啦 倒不会啦 不会 不会啊 不会 不会 不太清楚 只要他乖乖的啊 就跟那个习近平好好说话就好啦 哈哈哈哈 你觉得现在他不跟习近平好好说话 他现在已经要下任了啊 他哪里不满意 你都可以说啊 民主就是这样啊 我们可以 而且我爸很常在骂 你就会听到 在家我爸又在骂 那个谁 怎样怎样 直接讲名字都没问题 我不确定 但是应该是不会 不会 不会吧 这个民主的社会 怎么可以让他们这样糟蹋 应该是不会 我不知道 当然可以 不会不会 言论自由啊 大家都有言论自由 应该是不会 不会啊 是蛮可以的 而且常常听到 你觉得世界上 有没有这样的国家 政府一旦被批判 人民就会有问题 有没有这样的国家 你觉得 有啊 哪个国家 中国跟俄罗斯 虽然我觉得这样讲不太好 但是你可能会听到 可能你会不小心说错话怎样 可能在中国会不小心被消失 就我觉得这是一件 不太好的事情 就是中国 俄罗斯还有北韩 是真的如实的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的民主真的是 得来不易 你觉得中国的绝大多数的国民会同意 刚才你们仨说的最后这个问题的想法吗 当然不会啊 他们就已经长期都被他们的政府灌输了 比较不一样的想法 如果看到外面的世界原来是什么样的状态 根据我在网路上的观察 其实中国有翻详出来 然后支持台湾的其实不算少数 只是说可能台面上 他们可能不太那么敢的去表态 因为如果他们表态者的话 可能就会被维稳或什么之类的 我不知道 对所以我觉得台面下 其实应该很多人 应该是蛮多人会支持的 但是台面上应该是很少 你们听说过辱台这个词吗 有 不知道 没有 不知道 说一些台湾的不好吧 你觉得是说台湾的不好呢 还是说台湾政府的不好 我觉得都算 可能是批评我们国家的什么东西难吃之类的 可能觉得我们台湾人品不好 我觉得这样应该也算辱台 如果你们批评政府 批评蔡英文会说你们辱台吗 批评没什么辱不辱台的啦 哪个坐上台坐的哪里不满意 自然有人反应 这就是民主啊 就是自由民主的呈现 我觉得不是 不算啊 为什么 统治者跟这个国家的关系 也没有到绝对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 应该要可以去接受别人 对我们的一些批评或批判 我们才能够透过别人身去 内省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调整或改进 我们才能够不断的进步 我也觉得不是 因为我觉得他不好 我不知道 当人民有批判政府的权利的时候 政府会知道哪些事情该做 哪些事情不该做 当他会怕人民的时候 其实这政府才是能够整长运作的 对大陆人民说几句话好不好 同胞们 大家就就九二共四嘛 你们好我们也好啊 你看多快乐 对不对帅哥 希望你们有一天可以实现民主自由 然后越早越好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加油 你们加油 和平相处吧 我们希望他们也能够过得更自在一点 我希望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国家 我们都可以过得幸福快乐 就我们不需要当敌人 我觉得应该要检讨的是政府本身 没有 没有 哈啰 我觉得友善包容吧 毕竟如果挑起这种纷争的 就只有政府对政府 那台湾人跟中国人也是可以和平相处的 我觉得大陆也很好 是因为我是大陆人 所以你觉得大陆人很好吗 我不知道你是大陆人 我以为你是加拿大人 你为啥觉得大陆人很好 看影片啊 那你想去大陆吗 哈尔滨是吗 那边好像会下去 好像很好玩 而且那边很大啊 而且东西也很便宜 你去过大陆吗 去过 你去过哪 福建 你喜欢吗 很无聊 因为那都是过年去的 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生活在这片土地 然后没有什么理由 好让我们要这样子彼此对立 或者是伤害对方 我相信上帝如来 一定是要让我们都能够去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所以就是不想要分国家种族 没有啊 没有 没有欸 谢谢来台湾玩 大家和平相处就好了 好谢谢你们啊 不会 好谢谢你啊 谢谢 好谢谢你们 谢谢 OK 好谢谢你们啊 谢谢 谢谢 好谢谢你们 希望你们的政党取得好成绩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好谢谢你啊 谢谢你 不知道的 大家对于刚刚接访的这些台湾人的看法 意见同不同意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评论 两岸存在分歧呢 是一个事实啊 希望将来这些分歧的解决方式呢 是一个和平的方式啊 希望两岸人民永远和平 幸福啊快乐 然后永远都没有战争 永远都没有战争 永远都没有战争 永远都没有战争